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今天又在创近近期的高点 我知道很多人明天要补班 但是你今天这一集真的很重要 我讲说 其实我今天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也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主持人问我一个问题 今天要不要卖股票 我怎么回答的 我跟各位这样讲 如果你的股票还会继续高 可是你卖掉了 第二天又再创高 你会再买回来吗 我之前在教课的时候 问了100个学员 大概99% 他都说我如果卖掉再创高 我不会再买回来 可是有一种情况你们一定会买股票 就是你买股票套牢 你会一直问老师说 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加码摊平 我在上课的时候 就说你加码摊平 你会越摊越平 这就是人性做股票 你要克服的地方 一个多头 我们讲过多少是加码买进 我们直接看电脑画面图 我问各位一下 你在3月16号 你看到这个K线图 你会想说拉回找买点吗 不会啊 那同样的 今天创高了 为什么很多人想说 要不要利用周末的时候 把股票卖掉 这就是大家的盲点 一个多头的格局里面 甚至有很多人在问我一件事情 说我头信买那么多 对不对 哇买那么多 他到底要结账还做账 我这样跟各位讲 如果他一路买上去 是获利 获利很多很多 也许他会调节一些 那个叫结账 可是他买那么多的情况下 没有赚到很多钱 我请问你 他怎么结账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当然今天大家想要问的 就是鸿海 你看我电脑画面图就知道 鸿海很辛苦 他长期的下降压力 压力线是这样子看的 你起两点之间 画一条下降压力线 我下降压力线我给他放大一点 各位看清楚 这两条线要画下来 他上市就是没过嘛 你看 就没过差一点点 就刚好碰到这条线嘛 对不对 今天是有那个味道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量能好不好 因为下降压力线要带大量 今天量能有出来了 可以喔 大家要特别留 因为年线已经站上去 又要过下降压力线 我今天要有讲 你这个一定要放量 过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或者是年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态 那他会那么强 代表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你再看一下台积电 各位观众没有 你有没有留意到台积电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观众没有 这里一个缺口 这里一个缺口 要补这里的缺口 我很早以前就跟各位讲 我说这里高点 我不认为是高点 你有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 我该讲的我都讲了 这一次他又达到的 这个所谓的504块 你还是无动于衷啊 我等一下就可以让你看 我们说过多少次 那观众朋友会问说 那加权力线已经过高了 为什么他还没有 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过高 加权力线先过高 一旦他过高的时候 加权指数是不是就继续往上走 这种逻辑各位一定要有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我只做月季好的强势股 是有道理 而且有太多的股票 你看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写 带量突破下降压力线 或者带量突破颈线 今天的鸿海就有那个味道出来 因为他带量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这个各位一定要记得 那我们也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局 就是从月K线来看 为什么说月K线来看 我给你看一下 你这样看 你看鸿海 你看不是个所以然 你看月K线你就知道了 看到没有吗 你等了那么久 他终于勾起来了 就跟我当时我看到台积电一样 他勾起来在哪里 在这里勾起来 碰到五日线这样勾起来 我一路看多久就这样 因为他月线是往上的 比如各位看的这个联电也是 对不对 我都是讲在前面 他当时月K线在那边勾起来 是大概三十八块六就勾起来 他也突破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所以股票其实不难 当你了解说今年 整个会涨的一个族群 其实已经这个很明朗的 当你看到NVIDIA的股价 我来给各位看一下NVIDIA的股价 各位你看一下你就知道 我说为什么今年 大家特别留意 你看人家怎么涨 观众朋友们 他从今年的 今年的低点 140块钱 140块这样涨 涨到275.89 我算了一下总共涨96.8% 我请问你 他为什么会涨 我们在这节目中 已经跟各位讲过多少次 CHOPGT GPD 从原来的文字的叙述对答 到未来的图形的一个回答 到以后的影片的回答 要有一个高速的运算 这才叫做生活的基本面 我很讨厌基本面 好像教条式跟你念一二 什么数字 而是你自己想想看 未来你生活中会不会用到 从生活中找到基本面 再用技术分析切入才是100分 我看这个我就很清楚 我看到回答走势 我就知道 哪一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了多久了 你看今天又创新稿 就很简单一个逻辑 你回答在涨的一个过程 技术怎么可能不动呢 是不是 那很多跟CHOPGT有关的 其实就跟PCR1 5.0有关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讲高速传输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详硕跟各位讲普瑞 然后跟各位讲群联 你看今天群联是不是又创高 其实你看我节目很轻松 尤其是价值 你把这个范围锁定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股票 对不对 我们就是这样反复的去做 反复的去做 我们就先来看 你们比较关心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家台积电 我当时找真的很辛苦 390块就已经跟各位讲要买 然后跟各位讲背离 也是390 然后443块 1月3号那天 回车季先是买点 然后一口气涨了103块 打下来跟各位讲504 就写在这边 你自己白纸黑书 我写得有够清楚了 504 两次来到504 各位都无动于衷 那我也没办法 真的啊 股票我常跟各位讲 最好的买点就是拉回找买点 我在跟各位讲 最好的买点是什么 拉回找买点 可是每次拉回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买 你会去买到找点 你却不会拉回找买点 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是不是1月30号又回到 这个3月16号又回到504 又回到1月30号缺口效率 刚好又是504 3月16号 你还是无动于衷啊 人家给你那么多机会 我们超越天风节目 已经跟各位讲过N字 504 我就让你看下去嘛 对不对 又差了35块 那外资开始连续来买超 那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波克夏 你们觉得他减持了台积电 但是我却跟各位讲 拉哲德 基本上他的市场规模 大概2160亿 他把台积电视为首全 我这张研究日志 已经放在这边放几天了 你们还是 你有空你多看一下 这才是真正技术分析的 一个精华了 你自己看一看是不是 今天一样是539 那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要挑战 这个缺口 那这里出现一个导型缺口 应该就是往上的 这个很明确的 这个技术面 导型缺口会走1比1的 最小满足测谱 我电视上我不方便讲它满足点 但是你自己去算一下 1比1大概怎么算 这个华锦店当时也是 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个设备股 我们当时盘中连线的时候 就是解这档股票 我前几天还给各位看一次 在哪里 我不是说现在又突然拿出来给你看 3月17号那天 我是不是142又拿给你看 我说这条警线已经要过了 你们看节目要看仔细一点 我有时候把图形拿出来的时候 基本面当然我之前已经给你看过 那你看看142 到今天157.5 从105一路这样涨上来 涨了将近五成 我不可能每天跟你这样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只能够摘录的给你看一下 说奇怪 为什么我的股票会这样涨 你看这一档也是 博士 我不会说因为我跟你讲完 你看它跌下来我就不讲 这样子我很没品 你知道吗 我印出来那天是123 对不对 那我问你 那他有没有打下来 有啊 他打到 这一天还打到118.5吗 说119 少了四块钱 那我去给你看 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它碰年线会过年线 你一定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那我只能讲说 你看到今天的高点 这样来看 当然今天它又开始有点震荡 但是不可会的 外资连续买七天 为什么我的股票外资要买 你们想这个道理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管119或123买 你现在就是考虑说 你未来要不要停力而已 但是我觉得它的现行 它今年就是显学 我这个也给你看 我说你们就把它摘录下来 尤其是借由周末的时候 如果你在家里 你想要研究基本面 你就去想说 英特尔的第四代的 所谓的EagleStrain 为什么那么强 它主要应用范围在内 我跟你讲 都是用在未来的高速运算 同样的 这个我们所谓AMD的 这个EPYC来讲的话 也是这个最新的一个处理器 也是为了高速运算而产生 这就是博智的一个基本面 我跟各位讲 第13个月的时间转折 对不对 我不会说因为它这样症状 那又怎么样 它今天又创了波段性高 我问各位 前几天这样打下来的时候 你会吓得要死 为什么它今天又创高了 所以我才会讲 很多人说创高要不要卖一趟 那如果过几天 它又再创高呢 股票就是有拉回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因为我们看了最终 我问各位一下 它上次是不是 好不容易站上五年线 我来回测一次五年线 五年线的位置 大概113 你这边有看到一个数字 113 那我问你 它这波低点是不是113 所以技术分析很好用 问题是 你不会用的话就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做股票 我不喜欢做太短 因为我希望让你们建立一个共识 就是 其实有些股票是可以拉回涨买点 你同样的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你比如说技嘉 93块就跟你讲了 我的天啊 你看今天到多少钱 当时说要喷了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好用 打完底部 我常常讲个口诀 我说一堆人想当王宝川 你这边买的 对 你这边买的 好不容易上来 你解套了 拍拍手 赶快卖掉 你们为什么不学一下技术分析 这种底部的可以做一笔的 最小满足测课 我这边还写要喷了 当天有多少人卖掉 你知道吗 因为好不容易都要钱高了 我终于解套了 我好开心 我不用再当王宝川 苦草还要18年了 你看下去吧 你看下去吧 我只能说 会做跟不会做 怎么差那么多 我们当时你看 那时候技嘉在111块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说 这华情跟他差太多了 赚了差不多 结果今年后来统计出来 技嘉赚了10块多 华情才赚8块多 那当然技嘉往上走 对不对 你看我做股票 我真的非常有耐心 下来我还跟各位讲 可以买 3月14号那天 我说继续买 对不对 那我就让你看下去 今天来到130 为什么可以从93块到130 我现在来看好 我还是又连续买4天 就是你对产业的基期 你要了解 你想想看 回答 光是今年都涨了96%了 你看到我们有哪一家 做这个显卡 做版卡的 业绩好的 有涨到96% 没有啊 所以我们还在落后 那为什么回答会那么强 也跟ChopGDP有关 他讲求的是高运算 所以对于算力要很强的 他需要的这个GPU 就要比较层次要更高一点 就跟之前 大家在挖矿的时候 那一波是不是 看到NVIDIA在涨 那我们国内的 这个什么汉讯 技嘉 微信都有在涨 一样的道理嘛 你要讲求一个高速运算 那个算力要够高的话 你的GPU的等级要更高嘛 我们才跟各位讲说 PCIe 5.0嘛 这都有相关性的嘛 就在这里 这是技嘉基本面 我讲了那么久 今天还没跟各位做个动作 来来来来 来 藉由这个你扫描一下 那你回家的时候 你们家萤幕比较大的 你就可以定格来看那个基本面 因为有些人说 图老师你为什么 基本面不详细讲 我有时间讲嘛 我关系教技术分析 已经没时间了 我基本面就是请你 扫描YouTube以后 你加入 那你回家再重新看一次 这个LINEET也是 很多人说周末啊 明天要补班 到底有我的股票 还能不能报 你去加入LINEET 我可以回答你嘛 是不是 这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 其实做股票就是这样 做股票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这个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你问我说 对啊 都是在底部告诉各位的 你今天看到 技嘉来到130的时候 你想想看 真正最好的买点 在93块就告诉你 可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一定要买到最低点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投资朋友 有这种迷失 老师你可不可以带我买到最低点 我说我没办法 可是我可以带你买到突破 未来会上涨那个点 你们仔细地用周末的时候 去想 去想想 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句话 我不可能带你买到最低点 但是我会带各位去买到突破的点 今天周末啊 明天补班啊 我今天是还有一个神秘的 事项要跟各位做报告 我们等下个节目再跟各位做说明 好的 我们看完技嘉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可爱的股票 叫 叫 其实我股票也不用太多 再来看一下连勇 为什么在这个位阶329块5毛 你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不去买最低点 我说我要买未来要起涨的点 给观众朋友 329块5毛 在1月3号那时候 一路垂中到现在今天创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303401 当时为什么要建议各位去 你看一下 因为他在这个位阶 大概在329块这附近 我们知道他来挑战年限 那我的口诀跟各位讲 碰年限过年限 然后我们又看到他用跳空的方式 来突破了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有没有 这条下降压力线 当时突破的时候 你看这个量有多大 又用跳空的 那是不是符合我技术分析 不断的跟各位讲说 你要买这种股票最好的买点 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你真的这个要常常复习 各位就很清楚了 你看我上面写的 藉由技术分析 我是怎么样的告诉各位买点 我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讲买点 带量或者跳空突破下降压力线 是一个买点 有没有 带量或者跳空突破下降压力线 是一个买点 所以我们就借由 这一档叫做联勇 来给各位看 当时为什么 我说已经涨那么多了 过年线我反而在这里跟各位讲 还会继续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带量 这一天那么大的量 你看好大的量 那天两万三百零四张 用跳空的方式过了 他就一路不回头 今天又在算波段的新高 来到四三七 所以观众朋友们 今天来到四三七 那我们当时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是三百二十九块五 那你觉得你做股票 你如果当时你卖掉了 你要买回来 谈何容易 你根本买不回来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要怎么样 就是真的 我真的是苦口婆心的跟各位讲 你要买在相对要突破的那个点 我们当时会在三二九 这里跟各位讲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突破 他要碰年线 他会过年线 然后他会过下降压力线 过了下降压力线 走另外一个格局 所以这样一路走来 我用最快速给各位看一下 我甚至有压回的时候 我都再三有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最好现在看电影 这就联勇 到今天四三七 其实不只是到四三六 到四三七 一百零七块 你看这就是做股票 你不是觉得很开心吗 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 你可以投资 投资花了一张三十几万 你现在等于一张帮你赚了十万 十张就一百万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真的 真的大家要有耐心 联勇基本面也在这里 而且我跟各位讲说 佩琪大概八成左右 他上次已经讲了 所以他的现金值利益大概还最少 涨上来都还有八%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稳 非常稳 这个里面也看过太久 叫做高速传输 我们最早再跟各位讲 就是讲 这个Intel推出的 这个Meteor Lake的处理器 PCIe 5.0 通道是20条 比现有处理器多了16条 大成25% 对不对 3月8号那天天下最棒的 最令我们尊敬的妇女节那一天 我跟各位报告的就是祥朔还有普瑞 后面还写一档叫群联 我给你看一看 当时的祥朔是952 然后一口气涨到这一波的高点 涨了353块 当时的普瑞是980块 要配22块 涨到这一波的高点 207块价差 有跟你讲说群联 对不对 群联是怎么看 他回测年限 335 今天群联来到379块5 又差了44块5 我这都有评有据的 我都有印给你看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祥朔普瑞玩的话 你要留意群联 问题你们还是无动于衷 我也没办法 我说真的 你问我做股票怎么做 我就是说对啊 你看人家多工整 他过了年限以后 刚好那时候行情不好 对不对 他就打下来 每次打到年限就弹上去一次 最后这一次是在这一天 他刚好又打到年限 刚好来到年限335块 然后现在过新高 我给你看 我问你 你卖掉你买了回来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什么叫很好的案例 他过了年限以后 他有押回 押回就往上走 只要押回就往上走 问题是他打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中 有没有给你看 回测年限 有啊 你去看3月16号的YouTube 你就看到了 那今天他又创了波段新高 那我觉得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把基本面都搞清楚以后 剩下的就是 要选择到对的股票 对不对 那同样的创为是 我最近有讲的所有跟PC 这个IE5.0里面 唯一一档还没有过年限 但是我觉得机会很大 我们那时候是108块 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 我给你看一下6104的创为 同样的啦 他现在是所有 所有我们现在看到 高速传输里面这些 还没有碰年限过年限就他 你们常问我说 已经看到那么多股票了 享受再过了 普类再过了 群年过了 唯一没过就他 他体材也多啊 对不对 USB Type-C 在欧盟未来的接口 一定要用USB Type-C啊 那他是最大的受贿啊 iPhone 15推出的时候 你们原先 你看他那个接头 iOS系统的那个 那个接线孔 跟这个Type-C的接线孔 就不一样 一个平的嘛 一个方的嘛 对不对 那以后最大赢家就谁 就创为啊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了 因为以前 iPhone的 我们所谓的笔电 之前会用到Type-C的 这个渗透率已经 高达96%了 笔电哦 笔电渗透率已经高达96%了 那你问题是 你iPhone系列来讲 创为他之前是跟 MacBook有合作嘛 那我问各位 以后iPhone 15要找谁 最大赢家当然是他 你说去年第四季有遇到乱流 那已经过去是 股票要看的是以后 所以我讲说 如果你问我说 像这些股票都涨了 遗租之上当然是他 最后最后 我已经快没时间了 来 容我跟各位报告一个东西 我要最快速跟各位讲 强股新时代 今天有一档股票 你只要有来电来找我的 我们礼拜一一起来做 你记得把这个电话拨通 强股新时代 今天有一档 我来不及讲 强股新时代 为什么强股 你看到太多 我们最近的股票都很强 因为新的产业 新的机会 我再跟各位讲 我利用最后三十秒 跟各位讲 强股新时代 财富的一个大格局 我今天有一档股票 你们拨电话进来 我们一起来 在礼拜一一起来操作 这是又是一档新的 所谓的CHAPGPT的概念股 我最近跟各位讲 太多CHAPGTP都大涨了 那我要必须跟各位讲 周末我们有准备一档 最新的CHAPGPT概念股 你只要来电 我们礼拜一 一起来共襄胜举 我觉得这一档CHAPGTP 应该涨幅会超过群年 会超过普类 会超过享受 祝各位周末愉快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